現在處理嗎 大家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現在處理好 請選讀 提案A 針對民進黨團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 不但摧毀現有憲政法制 促轉會成為不受憲法節制的憲政怪獸 大幅愉悅現行體制與規範 更有違憲違法之餘 為免台灣進入綠色恐怖時代 建議應先行召開至少五場公聽會 再行審查是否有答案進行公決 提案人林維周 連署人林德福 許鈺人 許淑華 提案B 為使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制審查更周延 緣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公聽會 邀請各界受難者 家屬 民間社團 專家學者 表達意見 充分溝通討論 提案人 尤美里 顧麗雄 周春敏 段一康 宣讀完畢 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我跟 徵求兩個提案的 這個提案人的同意喔 是不是這樣就是 因為坦白說喔 各位也知道我的立場 我當然知道這個事情是一個非常複雜 那需要好好討論的一個題目 不光是一部法案 所以我一定會 跟各位成龍 花比較長的時間去做討論 但是 是不是可以不要一定要求要五場公聽會 因為我坦白說喔 我們也知道有時候開公聽會 這個在場的委員其實數目也不會說很多 那麼公聽會主要是辦來 要講給各位委員聽的 所以我主持公聽會的原則 我一般是不希望委員發言 如果大家願意聽 坐在底下聽 那我一定會邀請這個 當然是由各黨團來做推薦喔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面放寬 我早上已經講過了 包括各位所提到的 相關的代表性的這個代表 那麼也可以透過黨團來推薦 如果沒有黨團推薦 那我這邊會來做邀請 那麼我會跟各位承諾 我會辦不只一場的公聽會 那我會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對我的尊重 我們這兩個提案 就不要都各自撤回啦 雖然說提案逼入我有連署喔 因為我既然承諾要開公聽會了 大家就不需要再提案了可不可以 那個主席啊 我認為說這個 一定要很審慎的處理 因為這個要是不處理好 我想社會絕對會動彈 為什麼 裡面有很多存在的問題 我相信主席你很清楚 我們會把問題談清楚 包括今天早上 包括原住民 包括金門馬祖 其實他們也 也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剛剛我們委員 另外再提一個B的一個提案 就是說 有一些什麼過去受難者的家屬啦 民間社團等等 其實充分討論我們絕對接受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 我們有主張說最少五場以上 因為過去 胡茂的時候 開了20場公聽會 那這個 這個 助轉會 我認為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會 那這個裡面 涵蓋當然有很多的爭議跟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 不能夠草率 那絕對要讓 所有的 專家 學者很多 包括憲法 包括 這個很多監察委員已經卸任了 他們都認為說這個是 他們 在他們看法是有意見的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審慎 那我還是一樣要求 是不是舉辦五場 那我們也讓 原住民啊 讓這些離島的 都 都分別讓他們來做一些表達 那最後 我們再來審查 我認為這樣是比較審慎 因為 你 這個已經過了 那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公聽會 我認為很重要 一定要讓全民來 很多人來參與 福岡公聽會 我主持了九場 那坦白講 從早上九點 一直都開到下午五六點 有 有的時候開到這個 晚上七點 但坦白說 在場的委員 大概都很少 那所以 但是我們最起碼 聽聽各界的意見 是啊 我知道 就是說都是我在聽 因為我就 我就不能走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盡量來 如果大家這個都意猶未盡 我們邀請專家學者 討論非常的熱烈 我們當然會試狀況調整 而且還有 林委員也可以排 所以就我個人的承諾 我都已經承諾 不只會辦一場 好不好 但是如果 我們提案的委員 那不然這樣子 那個 是不是 我們那個林維州林委員 他辦兩場 你也辦兩場 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折衷一下 但是林委員可不可以 再下個星期辦 好不好 林委員再下個星期 然後再下一次再辦一場 好不好 你自己也辦兩場 好不好 我認為說 我們審慎 那該 這個程序不要少 好不好 不要讓外界好像 來請 這個 那個 就是建於上一次 這個所謂的 自由資金區 還有這個福茂的 這個空聽會 辦那麼多場 結果呢 政府單位來報告的內容 都同一本 不管那個議題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覺得 還有就是說 邀請來的來賓 當然這裡面就是說 是兩黨推薦嘛 我們希望說 我們辦的這個空聽會 不要每一場的來賓都相同 所以我們希望說 不管你是辦幾場 每一場的 邀請的專家學者要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政府機關 我希望說如果是辦幾場 每一場的 討論的議題要不一樣 不一樣 我認同 然後邀請的專家 或是說邀請的這些的受難者 等等不一樣 然後同時 政府也要針對那個議題 去提出他們的報告 不能夠一份報告 要走遍天下這樣 OK 我認同 我們來規劃啦 就是說 林委員要怎麼辦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這個 對於林德福委員的 因為我接受 我至少會辦兩場 那麼林委員在什麼時候辦 這個我們來協調 我們也不會拖很長 就是說 但是就是說 我們彼此有誠意 就不要變成說 你第一場 工聽會辦完之後 過了很久才會再辦 就是 這個我們